透过花草原意带您一起动手过好生活 大自然的变化四季交替成长凋谢一直不断的循环 如何保留这些天然花草 郑利慧老师除了花艺盆栽设计 在压花方面也投入不少心力 收集花草和农作物 用最天然的纹理作为压花的材料 让这些植物转换另一种美感的呈现 我因为自己原来是插花老师 那每次就是在插花完以后 就觉得有很多剩余的花材 可是那个花很快它生命就没了 后来我就刚好有碰到 我去看了一个压花展 我就觉得我对那个压花非常的喜爱 觉得说可以把花的生命留住 所以我就从此就投入了这个压花的领域 那压花它就很好玩的 就是说你可以把就是不要的花材 然后就是一点一滴 或者是你去野外采一些野花野草 它就能够创作一幅很美的画 那它早期的花 压花大部分就是比较写实 就是说像玫瑰花的组合 或是说康乃馨或什么 但是现在慢慢来 整个已经都进展到说 它好像一幅画 然后你可以去挑战说 哪一个画家的画 然后你就去找那些花材 然后自己搭配起来 就是颜色要非常的像 然后就自己把它整个组了起来 那虽然是非常的费工 有时候就是 比如说你做一幅风景画或什么 那可能比较简单 但是那个是必须要是一点一滴去贴 然后你又要很像 那有时候一幅这样子 像那个十岁这幅 我就做了好几天才能够把它完成 所以但是完成了以后 你会觉得说 把花能够应用到这样子 就是非常的 就是非常的高兴 压花艺术点缀生活 带给观赏者美的感受 能在室内陈设这样的作品 也让空间气氛更为温馨 法杰新闻文区高雄采访